在我们生存的大自然里 气味在昆虫和动物的繁殖活动中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就是俗称的费罗蒙 一种吸引异性的特殊气味 那么作为大自然主宰的人类 也存在有费罗蒙这种物质吗 欢迎收看本期的《鲜料检考》 费罗蒙又叫信息素 是一种由生物体分泌的微量化活物 通过对外释放 可以引起同种的其他生物体的特殊反应 在除了鸟类以外的昆虫和脊椎动物中 普遍存在 那么人类也可以像其他动物那样 通过大量释放费罗蒙来吸引异性吗 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了解到 男性与女性的气味是不同的 对于人类腋下的大汗线 会分泌两种不同的物质 男性分泌的是液抽味道的雄灾系统 而女性分泌的是接近摄香味道的雄灾吸醇 但是这两种物质对人类来说 是否真能起到费罗蒙的作用 似乎并不明显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在众多的说法中 一个相对幸福的版本是 在人体鼻腔中 有一个专门探测费罗蒙的器官 叫离鼻器 但随着人类直立行走的进化 对外界的感知越来越依赖视觉 伴随着嗅觉地位的下降 离鼻器到今天已经高度退化 不再起到什么作用了 可是同样的物质在猪的身上 就明显起到了费罗蒙的效果 最主名的例子 就是可以利用母猪来寻找高级食材松露 因为松露中含有与公猪费罗蒙成分 雄灾系统非常接近的物质 所以当看到一头母猪非常兴奋地 开始挖掘地面时 下面大概率会有所收获了 此外 费罗蒙除了吸引异性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种类 比如说用来标识巢穴的指路费罗蒙 用来提醒同类 由外地入侵的警戒费罗蒙 以及通知同伴集合的 集合费罗蒙等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